副主委 麻煩 請副主委 你們那個就安基金的分基金因應貿易自由化就業發展及協助基金 是 他違反預算法第四條 誰要跟他補一下第四條是什麼 預算法第四條的規定 沒有 你這個東西是完全違反 應該是你們要用職訊局的公務預算 而不是用補助特別收入基金的方式編列 那個本來就是收支並列 是公務預算轉進來的 不是你是從國庫轉進來 他是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 預算法第四條 你收入來源並非就業安定費而是國庫全額補助 那你就拿去公務預算就好了放在這裡做什麼 報告主席 預算法講的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為特別收入基金 那國庫的補助收入也算是特定的收入來源 所以我們是透過公務預算 那你就放到公務預算就好 怎麼是國庫收入是特別收入來源 因為因為我們要專款專用 我們成立一個分基金我們可以針對受損的這些或是受衝擊的這些老公的就業的問題 我們要去做特殊的處理 所以把它成立一個分基金來專案處理 你不要成立一個分基金你就放到你的公務預算就好啦 可為什麼要放到這裡來 從公務預算撥到基金 從公務預算撥到基金來的 實力的預算只有執行不到三億你是二十九啦 原因跟委員報告一下 基本上因為在整個這個我們有三個策略吧 第一個策略就是叫做振興輔導 另外一個叫做調整體質 那最後就是來救濟那些所謂的受損的產業 那這裡面因為原來在這個經濟部他所屬的這個開這個相關的會議 請問一下看看 我們是装迫的 我們要做一堂法律的 做款就一堂法律的 那你們兩個人必須要來理解 而且我們能長成立一個動作 Into而我 第三個電視 再算你 前一堂法律 就要來 台灣 各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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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